告诉各位 我们刚刚看过这个程式是封装的程式 那这个封装的程式呢 基本上我们宣告了一个物件 然后呢宣告一个测试程式 然后呢我在测试程式里面建立了两个举行的物件 那分别设定它的宽和高 然后呢就计算面积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完美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程式有点啰嗦 OK 啰嗦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不能够在建立举行的时候 我就把宽和高传进去吗 我一定要做三步吗 我可不可以一步做到 那可以的 只要你加上一个东西叫做建构函数就可以了 建构函数Public 这边的public是指说这个函数呢 任何人都可以存取 叫public公开的 那如果是private就是私有的 就是只有我可以存取 别人都不可以存取 另外有一种叫protective的 就是保护的 那就是只有我和我的继承人可以存取 OK 那别人不能存取 这叫保护的 好 那我们来设这个建构函数 那我把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一定要跟这个类别的名字一模一样 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那 我加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w 一个是h 在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写 我就写这样 我就把它 w w 设成这个w 啊 height设成这个h ok 设完之后呢 ok 我就可以用了 那我用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子 我直接把这个 5.0和8.0写在这里 就传给w和h w和h又传给with和height 所以呢 这样就设定完了 后面这两行就不用写 好 后面这两行就不用写 当然你也是可以写啦 但是 当我写的时候 现在 我这样写的时候呢 代表说 建构函数 一定要有两个参数 如果你没有传参数进去 这个就会错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好 这边 建置一下 停止 好 你会发现说 他说 Rectangle不包含0个 引数的建构函数 OK 那如果我还是想沿用有0个引数的建构函数 我该怎么做 答案是 我 就宣告一个0个引数的 然后什么事都不要做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要设出值 withheight都等于0也可以 看你要怎么做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像刚刚那样子建置失败 因为 我有0个引数的 因为我这里有用 0个引数的 OK 好 这样子我执行的时候 跟刚刚的方式一样 好 那其实后面的这个 我们既然写了建构函数 当然就可以写成这种简单的写法 那我故意不写是因为我想保留 让它可以使用0个引数的方式 好 那这样子就请各位稍微再看一下 这种版本的有建构函数之后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应该有 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我在这下面加上建构函数 范例二这个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贴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想用有0个引数的 那你就加上那个0个引数的Rectangle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再看一下 这个加上建构函数的版本 谢谢大家